1. 巨大带 2. 巨大带 2. 巨大带 1. 巨大带 2. 巨大带 2. 巨大带 2. 巨大带 3. 巨大带 我是演员蔡文静 在电视区宫饰演许文文 许文文 许文文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谁啊 他不是你啊 开个条件吧 怎么样才能撤稿子 对不起啊 这篇稿子不管怎么样 我都是不会撤的 请问 你是哪家媒体的 我想问问你们 一直守在这儿 是不是就等着 躺在里面的女孩 爆出更负面的新闻啊 你们这么做 还有自己的底线吗 上 从最开始的时候呢 她是一个社会新闻的一个记者 她后来转行 做新闻多枯燥啊 我现在想玩点刺激的 在很多的社会事件中 然后为公众发声 要坚持一个真实的原则 英童不是不能有倾向性 但一定要站在公平和正义的立场上 绝对不能和资本搅在一起 她永远是在跟着她的初心去出发的一个环境 不用等了 官司一定会打的 我们就围绕这个做报道 她非常地真实 而且她不会因为外界任何的因素 去影响自己最内心的判断 她把所有的事情看得非常地通透 然后也很豁达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但在这个世界上 挫折打倒不了一个人 能打扮一个人的 往往都是顽固的观念 我觉得许王温身上这一点 也非常理智 非常值得人的去思考 没关系 你说出来嘛 我给你指点迷津 她非常地独立 属于那种新时代的新女性的感觉 你不会还单身吧 您多大年纪了 给三十好几了吧 你管我多大呀 什么时代了 你们男人可以追求自由 我们女人一样可以 你小心将来嫁不出去 我嫁不嫁得出去 关你屁事啊 我觉得他们俩之间挺逗的 就是一个欢喜冤家 看着我死的是吗 没死到呢 你才死透了呢 跟蔡文静在一起演戏的时候呢 我们就设计得比较好玩 比较幽默啊 你是公关我是媒体 我俩还是不要狼狈 危险的比较好 你说我怎么碰到这么一个变态 事情靠女流氓 什么稀罕呀 就是那种一开始上来互相不对付 看不顺眼 然后慢慢在互相的那种交集中 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家的无线网饭了 你能够帮我修一下啊 不得 稍微有点神经质 是什么感觉的 对吧 神经病啊 情话 你还给我生了 很自然 很生活 有点萨 有点可爱的 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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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